大家好我是Athicus 大家好我是Jasper 所以今天这个影片就是有一点突然啦 但是我觉得我们又有责任去拍一个影片 跟大家交代一下到底我们恒高贵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如果你们是有follow我们的Instagram的话呢 就可以知道我最近就是有发布一个骂人的快拍 然后虽然这个快拍里面我是没有知名道姓骂是谁啦 但是你们应该大多数都是猜到我讲的那个人就是阿滴 所以你们看到的上一支影片可能就是我们跟阿丁最后一支影片 所以我们的频道未来可能不会再有机会跟阿丁合作一起拍影片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跟阿丁会纳到这样呢 其实我们之间吵架已经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了 是一开始我们合作拍影片的时候也就是恒高贵 但是的时候我们一直以来都有吵架 只是我们通常不会在镜头面前跟大家讲 我们背后都是会吵架还是有争执或者是意见不合的 我们都是在关了相机过后呢 才私底下的就是有东西在争执 对就像很多人讲的 三个人活作其实真的是不容易 因为我们跟阿丁其实也不会很熟 因为其实我们是来中学的时候才认识他的 所以有很多东西以后我们的意见啊还是idea什么都不合 当然我觉得作为一个团队有争执有吵架是可以的 但是最近呢他就是做了一些很过分的事情让我觉得 我们这个合作关系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我们这个团队必须要解散 所以阿丁做了什么严重的事情呢 我们就留到后面才跟大家讲 所以我们先讲 平时为什么我们会发生争执的原因开始讲起 所以第一个是责任感 所以我觉得在一个团队里面呢 每个人就是有自己的责任 然后大家就是必须要把自己的责任做好 所以最基本的负责任的事情呢 就是要收拾 阿丁连收拾的这个点都做到非常差 一直以来我们拍片就是会有一个程序 我们先会在群组里面约定好一个时间 地点然后在一起拼出来拍片 所以当我们就是每次约定好时间地点过后 隔天我们都是看不到Dick的 我们都必须等一到两个小时才可以看到Dick的出现 有时候甚至连一通电话都没有 每次我们就是约定好一个时间拍片过后 我跟Dick就是会准时到达现场 然后隔天呢 我们看不到阿丁的时候 我们就会打电话给他 但是有时候他连电话都不要开机 就是一直故意不要停我们的电话 然后隔了一个两个小时过后 他还跟我们讲 我刚刚醒来不好意思 所以这个事情呢 在一年里发生其实已经超过了10次 应该不止10次 还有很多次 其实如果阿丁有那么一点点的 为这个事情表达一点歉意 我们都会选择原谅他的 我们都可以不要去计较 不当做一杯事 但是很遗憾的 在这一年里呢 他从来没有为这件事情 抱歉 而且他从来没有觉得为什么要道歉 他觉得迟到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 而且你知道他还过分到说什么吗 就有一次他迟到了 然后我们会问 阿丁为什么你迟到 我们是特地花了两个小时的车程去找你拍片呢 然后他竟然告诉我 哎呀两个小时不好吗 车鱼我还你啦 迟到一点点 他被呱呱叫 不要拍了啦 所以那天就导致到我们没有拍到片了 因为他那天的心情不是很好 所以 我们已经花了全部的时间去策划 怎样去拍片 拍时 然后他竟然一句不要拍 就害我们那一整天没有片拍了 然后我们还拿了假 是 我们还拿了假期 结果就像白黑用掉了 所以大家都知道我跟Desper是有阵子 然后我们特地跟老板请假哪一天的时间 没有心碎的来拍片 然后他一句不要拍了 导致我们那天什么都不能做 就是那整天白费掉了 其实我们的拍片时间是 真的很有限罢了 我们一个星期可能就是可以从那么一到两天的时间来拍片 但阿丁其实他只是一个学生 他的时间表其实还蛮自由的 不是每天都要上课的 但是我们两个就是还每次必须要凑着他的时间来拍片 然后他还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就是 你们要跟着我的时间拍 如果你们不要的话就不用拍 其实这样的态度 我们两个下足久了 那也可以接受呢 我们有一直去跟他讲阿丁其实我们有正直了 可以拜托你 就是配合我们的 我们不是要他每次 配合我们 就是那么久久配合我们一次 或者是我们 互相配合来配合去 也是ok了 但是阿丁他就是要我们 我们两个完全的配合他 所以我们对这件事情其实感到无奈了很久 也是纠结了很久 其实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 就是以前我们已经约好一个时间 然后在孤林拍片早上10点 你知道吗 结果我们在孤林等他 等了一个钟 他11点才给我们礼拜他说他在槟城 所以我们从孤林 变他去槟城一个小时时间 他要特地去摘他 而且他的仪器我觉得他很不好啊 其实我印象中他讲说 Jasper你只是一个拍摄吗 中午你要去管这样多东西 所以这句话我觉得是有点合大 其实重点呢不是在迟到啦 而是他面对自己 错误的时候 那个态度真的是让我们觉得 不能忍受下去 真的是不能再合作下去了 当然迟到这是一个原因啦 还有第2个原因 我就跟大家来讲一下 所以第2个我们一直以来 争吵的原因 是因为content上的问题 所以一直以来 topic的方面都是我跟Jasper去负责 因为阿丁从来就是没有给意见 他要拍什么 其实如果阿丁他单方面不要提供什么idea要拍什么的话 还不用信 可是就算是我跟Jasper我们就是 讨论哪个topic要拍 阿丁就是可以随便一个理由去觉得 他给什么理由就是 哦我觉得还好勒 里里我不想拍这个content 然后就会浪费我跟Jasper 我们就能调整个idea了 我们有时候还会调整个idea了 我们有时候还会调整个script啊 去哪里拍啊什么 不然他一句一句话 我们就也不能再拍了 所以有时候会因为这个content 这个部分 然后我们吵架了蛮多次的啦 然后他有时候还会一直讲说 哎呀你们啦你们决定呀 你们两个反正有事好朋友 什么类似这样东西 就他已经没有吧 我们当成是一群人这样子的感觉 有时候我们就是跟阿丁坚持了 我们的想法就是 阿丁我们真的觉得这个topic可以拍 我们要拍 然后阿丁就会讲哦你们要拍就拍哟 所以他就配合我们勉强的进来拍 但是他拍的时候的态度呢 他就是很敷衍 就是很敷衍 就是你可以看到他一副就是好像 非常敷衍的态度想潮潮了 撕掉我们的脑袋 就是刚快拍完就是刚快耍的意思 就是他没有用心要去 要讲什么啊 就是他可以安静在那边 就等你去出事这样子的感觉 是当然这些影片 你们都不会看到啦 就是我们觉得效果不好的话 我们就是会不打算上船 所以这就是 第2个原因 至于第3个原因 也是我认为 是最过分 最不能接受的原因 那就是信任的问题 所以这次的事情呢 也是整个事情的double 阿丁做了一件非常 伤害我们的事情 他真的是严重破坏到我们 对他的信任 他做了什么事情呢 那就是一直以来呢 财政的方面都是在我管 所以就在几个月前呢 阿丁就是 一直积极的就是这样 钱 归他管 因为是一个team嘛 所以我就没有多享受我了 我就觉得阿丁 可能他要多一份参与感 在这个团队 所以我就把财政这个东西 就交给阿丁做 所以就在几个星期前呢 我就发现了 为什么我跟 Jasper得到的钱 跟YouTube的显示的差那么远 所以其实YouTube每个月进账来 账号的时候都会出一份报告的 所以竟然阿丁选择做财政 所以那份报告也就是 只有阿丁可以看 所以我就去要求跟阿丁拿那份报告来看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是阿丁一直给我很多借口 不要给我看那份报告 你给你了 不给人家还是没有收到那个报告 然后他又一直这样子讲 然后他讲 你们不信任我是满 你们不信任我是满 就这样的态度 所以我们也不敢去跟他再要求这个报告 因为我来讲 钱其实是歧视的啦 可是如果一个团队来讲 我觉得信任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其实YouTube进来的钱也没有很多罐了 但是最重要的是 竟然那么一点钱 阿丁也要骗 那就是我们 是不是 信任上出了问题呢 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嘛 所以当我发现这个问题过后呢 我就第一时间就跑去找阿丁问个明白 然后他竟然告诉我 他看错了数目 所以backing我们错误了 所以竟然他讲 看错了 所以我就接受 所以我就叫他把 几个月前的报告也给我 然后他竟然都说delete掉了 其实YouTube的报告一直以来都是会在e-mail里面的嘛 是不可能会被delete掉的 所以阿丁他摆明 就是不要让我们看到那份报告 所以我相信 自从他做了财政过后呢 每个月的钱 其实他都有 自己hold了很不少 所以在阿丁跟我讲报告不见的时候呢 我整个就是 火了起来 我就直接打电话来折 我承认我当时的态度也不是很好 我就直接骂他 欸阿丁 这样不是小事情 我们真的必须解决 然后阿丁就不然间跟我们讲 这样我不要做了啦 不要去折扣啦 算了啦 我们退出 所以我们到现在还不能看到那份他所谓的YouTube报告 因为这些事情其实也让我们也很不舒服啦 因为你们也知道我们两个人都是有负担的工作了 然后我们拿unpaid leave 来拍片 然后那个unpaid leave已经没有签了 一个月也要拿4天喔 第4天也没有签了 然后他还这样做我们 我觉得真的是很不舒服啊 让我们这点来讲 是因为其实我们在团队 我们就是每天利用自己放空过后的时间来剪片 其实真的是很不容易的 而且还要包括想contact 剪接 upload 恢复 都是我们来做的 所以事情竟然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了 所以我跟Desper就是有谈论 就是不要再去跟阿丁追究他做了什么错误啦 但是从今以后阿丁就是不能再很高位 这个频道拥有任何的权利或者是部分 就是他必须无条件的退出这个团队 所以竟然做不成商业伙伴呢 我就跟阿丁讲 我希望我们未来还可以做朋友 所以我就要求他录制了一份自己的影片来告诉大家 他要离开很高位这个消息 所以现在我们就给你们看一下阿丁这个video啦 大家好我是阿丁 所以我今天拍这个短片也不算短片啦 就是为了要给大家知道我真是推出这个很高位这个频道啦 刚刚跟Articles & Desper也通过电话 所以我决定拍一个来跟大家说声对不起 所以这件事情是我的错 所以我希望我推出过后这个很高位 有他们接受也可以越做越好啦 所以我也最不舍得就是我的观众朋友们啦 因为他们我的instagram才会有这样多的followers 也大家也很喜欢我 可是今天给大家看到我最丑陋的一面啦 所以我希望我们有缘再见啦 在外面的时候如果你们看到我还是可以跟我讲hello那些 可是你们不能再叫我dodos很高位的阿丁啦 因为我已经正式退出了 所以我们有缘再见 其实看完阿丁的影片呢 我们也是有一点不舍得啦 因为毕竟我们还是曾经是朋友嘛 然后我们希望未来阿丁 也是可以跟我们继续保持朋友的关系啦 所以现在既然他走了后 所以我们就打算送我们一首歌 当作对他最后的告别啦 人生臆史上有几个字几多少的修抑郁的能唱歌 朋班哭 bargain 不好意思啦 聊天 班斯正经 CHANG 好像拍不到我的頭 好像就吃虧了一下 所以我們就要1,2,3,羽人敬 1,2,3,羽人敬 但是我還是很SED 很SED OK 你們要講我 嘿!我不知道有觀眾被騙吧 所以如果你們觀眾有被騙的話 你們不要在留言寫羽人節 你們要在下面的留言寫到 很不捨得阿滴 再見阿滴 這樣的話 這樣接下來的觀眾看到留言 他們會相信是真的 所以我們要一起騙過全部人 所以我們要一起乖乖騙人 騙全部人 所以我們這個影片就到這裡為止了 所以喜歡我們的話記得要 訂閱、按讚、分享 我們下個影片見 Bye Bye 還有我們 花絮 你們看 Bye Bye 唉唷 唉唷 吵肉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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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剛剛這樣 我講我抽錢那些 OK的 不用緊的 這樣OK嗎 這樣OK嗎 OK啦 不用緊的嗎 這樣我們就看看這樣 先先講 講我是個爛人 所以其實ARTIK 私底下是一個爛人 對我們的SED 態度也很爛 他簡直就是一個垃圾 不夠使用 五個魔鬼 所以 所以 ARTIK是一個人杀 YES CASIA MING MINGが沈歪 YES 他們欺負我們 YES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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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